我是陳怡婷 我是江憶欣 我是Shirley 歡迎收看《現代啟示錄》 歡迎收看網路版《現代啟示錄》我是怡婷 我是江憶欣 今天很開心來到我們的玩具博物館 開心到講不出話來了 真的 歡迎你們來到我們玩具博物館 玩具博物館收藏了大家各個時代小時候的記憶 歡迎來這邊找故事 今天我們要講的故事 跟玩具一點都沒有關係 今天要講三國的故事 講到三國就會想到曹氏三組 分別是曹操、曹丕跟曹瑞 是由他們祖孫三人奠定了曹瑞的國力 但是很奇怪的是曹瑞駕崩之後 他們的國力一落千丈 當然我們知道是因為曹瑞他在執政後期 黃營浪費之外 還有一個原因據說跟曹爽有關 曹爽其實他是曹真的長子 曹真是三國的也算是一個名將 所以曹爽其實在曹魏的地位裡面來說 滿崇高的 尤其是他小時候是跟曹瑞一起長大的 所以其實在曹魏裡面來說 他算是一個跟你知道 跟下一任的皇帝是一起長大的好朋友 所以曹瑞在他駕崩之前 也把基業托付給了曹爽 但誰知道這個曹爽並不是那麼牢靠 不值得託付 那另外我們也知道曹操他曾經做過一個夢 夢見三馬共食一曹 他當時就想說這三匹馬應該就是他的全臣 司馬翼馬以及他的兒子司馬師跟司馬昭 但我很好奇的是我們既然知道這三匹馬是誰 那被這三匹馬稱的草料指的又是誰 那個草包嗎 那個草包其實有人就說他就是曹爽 結果只要後來託估給他之後 就會發現其實曹魏有很大的智囊團 那麼多名將在裡面 那麼多智囊在裡面 居然沒有人把這件事情拯救起來嗎 讓基業就直接的往下一步一步拜下去 所以這就讓大家很納悶 我們來看曹魏的故事 到底怎麼樣一步一步把基業拜下去的 曹爽曾經官拜大將軍 輔佐魏明帝的太子曹芳 曹芳繼位後曹爽全世衝天 可惜他的能力跟不上地位 導致了自己悲慘的結局 也帶著曹魏走向滅亡 其實曹爽在他父親在的時候 可能就是已經有一個地位 因為父親帶著走 又是曹家的宗室中心 曹爽的政治謀略跟智慧 沒有像司馬懿那樣的狡障 他還帶著某個長度的呆氣 所以最後就失敗了 曹爽是衛國大司馬曹征的長子 從小跟著父親在宮中出入 和曹瑞是一起長大的玩伴 感情十分要好 當曹瑞登基成衛冥帝之後 曹爽自然而然也受到重用 衛冥帝對曹爽是有好感的 因為是我自家人又是我的玩伴 那他不像曹爽一樣 是玩伴有本事 他沒本事 因為他的本事都是他的父親所建立的 曹廠的前半生可以說是一帆風順 每天吃喝玩樂幾乎沒受過挫折 當他父親曹爽病逝後 更是承襲了昭靈侯的爵位 收刮老百姓的錢財 做了一些這種勞民傷財的事情 就只知道自己的利益 這群人就只會挖他自己 長了權以後就只知道要奪權 奪權以後去享受那種權力帶來的好處 曹市長能夠吃香喝辣 不只是因為家事背景 還有他的運氣更是好得不得了 正當他在朝中風生水起的時候 衛冥帝曹瑞卻在此時病重 匆忙間幫他加了個大將軍的頭銜 把軍權政權都交到曹爽手中 令他輔佐下一任的皇帝曹芳 其實曹瑞也沒什麼選擇了 因為曹瑞去世的時候 就這幾個人 曹生的兒子曹爽 他認為應該也是跟他爸爸一樣 應該有一個雄才大略的情況 那司馬懿是本來就存在一個人 除了司馬懿也沒別人可以選的 他治理來病友很穩的時候 他對這些前朝遺老 比如說陳群也好啦 司馬懿也非常的尊敬 很多事情很多的皺褶都跟他們兩個討論過 等於是一個義政大臣 貢商大事 西元二三九年一月 衛冥帝曹瑞因病駕崩 年僅35歲 曹爽和司馬懿一同接受託孤 成為輔政大臣 表面上曹爽和司馬懿的地位相當 一開始他也對老臣們相當恭敬 但過沒多久 他的狐狸尾巴就露了出來 司馬懿只是年齡比他長 是個外姓的大臣 但其實第一號人物是他 因為他是曹氏的宗族 宗族的利益一定是大過於 你這個外姓的利益 在這種情況來講 他會自滿自大 覺得說我講得帥 可是他就是年輕人 不是說年輕就不好 而就是他就會犯了這個問題 就覺得自己是當時的天下 當時的政治 全部都是由他掌控 曹爽掌權後 開始利用各種方式來擴張勢力 首先他提拔自己三個弟弟 在朝廷擔任要職 掌管皇帝的衛隊或是進軍 接著他組織屬於自己的人馬 其中一位就是曹操的駕馬何彥 他其實很厲害 很優秀的一個人 除了他長得帥氣以外 我們知道他跟王碧兩個人 是齊名的 在做論語集結的時候 所以他們的儒學是有他的看法的 他也是當代的青年哲學家 何彥雖頗具才名 但是因為身性風流 劣跡斑斑 所以魏文帝朝匹並沒有加以重用 只是給他一個駕馬的身分 那到了曹擂當上皇帝之後 也依舊沒有給他像樣的官職 整天就在那邊吃五十傘 喝花酒 那邊搞一些亂七八糟的事情 這群人反而跟這個當時的 當紅炸子機曹操是很接近的 就是因為何彥在文壇的地位 所以曹操掌握實權後 開始跟他攀關係 希望可以藉由何彥 吸引年輕有才幹的人 成為自己的黨羽 因為脫姑納成曹操 跟何彥素來交好 這才讓何彥有像樣的官職 在曹操的加持之下 何彥先是當上了散紀四郎 沒有多久就當上了立部尚書 那這已經是相當於宰相的職位了 而且他後來還進一步被封為烈喉 可說是一步登天 曹芳因為剛剛接位 那他的地位是曹瑞給的 曹瑞既然脫姑 一定要給他高到地位 所以要把地位提高 那提高的時候曹操也知道 應該多少幾個人 做自己的這個後盾後衛 他找到荷葉 丁蜜 大概幾個人 這樣去做這個制黨團 曹操的黨羽中 有三個人名聲最差 甚至在當時 市井間還流傳這一句話 說上書台裡頭有三隻狗 其中兩隻非常凶狠 還有一隻指的就是丁蜜 憑藉曹爽的寵性 更是狠情霸道 這三個人物就是 何彥 鄧陽 丁蜜 叫何鄧丁 然後亂京城 這三個人都是曹爽的 最親密的人 丁蜜根是他的同鄉 所以丁蜜在旁邊 跟他搖了很多耳根 出了很多主意 來削減司馬役 魏略曾經形容丁蜜 說他為人外表 好像疏肉簡略 其實內心非常猜疑 那他的官職 雖然跟何彥同位而斥之 但因曹爽對他言聽計從 影響力反居兩人之上 曹方即位之初 曹爽會和司馬懿共商政事 對這個政壇的老前輩 相當尊重 但他的心腹丁蜜 為了讓曹爽專權安排 許多計謀 逐步削減司馬懿手中的權力 他也知道說 現在曹爽的這樣的一個政局裡面 老派的這些氏族的一個勢力 在影響著年輕一代的人 那年輕一代的人 是沒有辦法出頭的 而且還要曹爽向曹方建議 讓司馬懿身為太父 但是奪去他太位陸上書士的權利 也就是採用民生暗將的手法 來迫使他遠離權利中樞 那這就讓司馬懿空有官銜 而沒有實權 小皇帝曹方聽從曹爽的建議 讓司馬懿擔任皇帝的老師 也就是位高卻沒有實權的太父 在這樣的情況下 司馬懿經手的公文越來越少 擁有的權力也越來越小 但這還只是架空他的第一步 司馬懿當然也知道 這是你的計謀 所以我也順水推舟 當然他也是說 司馬懿從我們現在看這個角度 這個人也是很厲害 老謀身算 所以這幾個矛頭小子 根本鬥不過他 不只如此 丁蜜還獻祭 要曹爽把郭太后遷到永寧宮 讓司馬懿失去郭太后這個潛在的盟友 知道這一切都是丁蜜搞的鬼 司馬懿對他神武痛絕 開始裝病不上朝 藉此躲開曹爽黨羽的攻擊 另一方面也韜光養晦 敘事待發 而曹爽黨羽鄧陽又趁機獻祭 建議他主動伐蜀建立軍宮 西元二十四年 鄧陽跟李聖等人建議 曹爽真伐蜀漢來增加 自己的威望 曹爽一定有道理 也不聽司馬懿勸竹 率領了六七萬大軍西治長安 準備公署 不過當時的運輸 不能應付行軍所需 所以大軍非常缺乏物資跟糧食 那這一仗不僅無功而返 而且多所需耗 勞民傷財啊 那當時曹爽不僅沒有建功立業 還讓百姓怨聲載道 曹爽個性跟能力更不足 他主動伐蜀當然失敗之一 那法蜀的時候他也沒看清楚 當時地形地物 因為曹爽帶著人裡面 幾乎沒有老將了 老將都已經去世差不多了 這一仗就是三國史上 著名的新世之戰 曹爽選擇了一條缺乏水源的路線 導致衛軍士氣大傷損失慘重 他原本想要抬高身勢 卻投機不著十八米 為滯後在朝中的權力鬥爭埋下變數 司馬懿其實按照他的責任 他有跟皇帝講 曹將軍也不能去啊 這仗打你不會贏啊 曹爽不聽 只有你可以打仗嗎 我不能打嗎 司馬懿心裡講說對啊 可是他不能講出來 所以當時曹爽帶著軍隊打的時候 注定失敗 所以反而被司馬懿後來 帶援軍給救了 曹爽打了敗仗 引起朝中大臣不滿的聲浪 這讓他發現 司馬懿即使只有太傅的虛弦 依舊一呼百應 心中十分不安 曹爽的心腹又再度提醒 千萬不要對他掉以輕心 曹爽終於動了一個念頭 後世實際上認為他想叛變了 可是他怕不成功 他派一個人叫李勝的人 去看司馬懿在幹嘛 司馬懿也知道 就演戲演他自己中風 沒想到司馬懿只是裝病 就把年輕氣盛的曹爽給騙倒了 他放下心中一顆大石頭 開始胡思亂想 更加不可一世 甚至鑑躍禮數 一切比照當今天子 司馬懿稱並不曹之後 曹爽更加肆無忌憚 不僅飲食 車馬 衣服 都跟皇帝類似 還私自帶走 衛冥帝七八個才人 來作為自己的妻妾 此外 他也從宮中擅自取走太樂樂器 還有調來武庫進兵 來幫他佈置華麗的招待所 跟何彥等人飲酒作樂 來極盡奢花 皇帝皇帝的規格 你的規格當然不一樣 他並不懂這些 那加上他出去的儀隊仗儀 都甚至比皇帝還超過 因為他已經是沒有人可以左右他了 只可惜這樣的生活 並沒有持續太久 曹爽自以為萬人之上 一時掉以輕心 帶著所有親信和小皇帝曹芳 出宮為民帝掃墓 卻反而被司馬懿帶兵包圍 借口奉太后教書 說他意圖謀反 罷免曹爽兄弟 曹爽聽到彈劾之後 一時驚慌失措 不敢告訴曹芳 他的手下環犯力勸曹爽 帶著皇帝到許昌 以皇帝之名來號召全國兵馬 來反擊司馬懿 但曹爽始終猶豫未決 這就讓他錯失先機 司馬懿對付曹爽總共只用了一招 威脅利誘 當時曹爽幾度猶豫不決 最後想了一夜 認為只是單純的陣爭 為了保有榮華富貴 決定放棄抵抗 交出兵權 明明一手好牌 卻被他打得一敗塗地 回去吧好好 林芬草子但是何等英雄氣魄 卻生成你這樣愚蠢切諾之子 本朱蠢牛不如 亡我一片忠心輔佐於你 現在就等著滅足王家吧 編回來以後 環犯就想說 你這個呆瓜 你不是害死我嗎 因為環犯的意見是非常正確的 你如果照這個意見去打的話 那司馬懿跟曹爽之間 還有得打 回到洛陽後 事情當然不如曹爽想像中的美好 他們兄弟四人不只遭到軟禁 還被日夜監視 大將軍上橋 大將軍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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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爽為了測試 能不能保住小命 提出種種要求 司馬懿也一一答應 他還以為應該不會被趕盡殺絕 沒想到曹爽千算萬算 就是算錯了司馬懿 紅飛鴻 黃飛鴻 千首萬七勝飛鴻 我只是全部出使 而且要租三族 七族父族母族全殺 就是整個曹家的勢力 到現在一樣就沒有了 所以呢 所謂的三馬共義曹 那個提供草料給馬吃的 就是這個草包 就是曹爽 曹爽黨羽一概被屠殺 連他三歲的兒子都不放過 總共死了七千多人 從此之後 曹家在朝中的勢力完全消失殆盡 連皇帝曹芳長大後也遭到廢地 改封齊王 曹爽身為顧命大臣 但卻不能善盡職守 只懂得交涉跋扈 操弄權力 而在司馬懿發動政變的關鍵時刻 他又不能當機立斷 以自己手中的籌碼做最好的選擇 我們看了前面的故事 可以發現曹爽可以說 真的是一個無用觀二代 不過他的爸爸曹真 跟他完全相反 他爸爸是三國一代名將 而且曹真其實跟曹家 一點血緣關係都沒有 他其實是曹操的養子 但是因為他智勇雙拳馬 也忠心耿耿 所以曹操對他相當的信任 而且曹操非常的器重他 在很早的時候 就讓他當偏將軍 來率兵 親自去下場打仗 所以他也打過不少的勝仗 所以在曹魏來說 他算是一個非常厲害的名將 尤其是大家知道的 諸葛亮六出七山 所以到最後無功而返 其實早期的時候 都是因為曹真可以預先知道 諸葛亮出兵的方向 提先的預防了諸葛亮的佈陣 那既然他這麼厲害 為什麼很多在戲劇裡 或是演繹小說 我們都可以看到 他們把曹真塑造成浩大喜宮 有點被醜化對不對 對啊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反差呢 曹魏時期的一代名將曹真 從小智勇雙拳聰明過人 他從曹操時期開始歷經三代 是相當受到倚重的將領 自從他被曹操收為養子後 不只改變了他的一生 也影響了曹家的命運 三國志裡面是說曹真的父親 叫做曹柏南 因為在徵務兵馬的時候被殺 所以說他是主子 是曹操這一族的 還有另外一種說法說 曹真的父親原名叫秦少 而曹操跟秦少是好朋友 後來曹操跟元素在玉州開戰 遭到元素部隊追殺 此時是秦少冒名頂替曹操而死 曹操才因此躲過一劫 所以事後曹操為了感念秦少的救命之恩 收養了秦少的孩子 讓他改姓曹 所以才會有曹真這個名字的存在 曹操收養曹真後對他寵愛有加 而曹真也沒有辜負曹操的期望 成為一名不可多得的猛將 立下不少戰功樹立頗大的威望 他們有一次去打獵的時候 有一頭老虎就來追他們 結果他回頭一箭一射 就把老虎給射死了 所以他後來就領導了這個虎豹祭 因為曹操非常的欣賞他 就認為說你這麼勇猛 這麼樣的忠誠 所以你可以帶領虎豹祭 曹真其實我們看他好像有很多情況 不是曹真其實是一個忠於君主命令的人 會從這個命令裡面去想 怎麼樣把這個事情弄成功 所以曹真其實我們現在看 他應該在有限條件裡面打贏戰爭 這個最可貴 曹真和魏文帝曹擲是從小一起長大的玩伴 他對曹家非常忠誠 雖然是養子但在家族中地位很高 曹瑞登基後不僅將他升為大司馬 還允許曹真配刀上朝 諸葛亮第一次北伐時 曹瑞就派他為主帥 抵禦蜀漢的進攻 曹真這個人呢 也不像三國演藝寫的那麼樣的魯莽 相反的就是諸葛亮在北伐中原的時候 第一次第二次遇到的主要的對手 其實就是曹真 諸葛亮兵出奇山時 南安 天水 安定山峻都反叛 那當時曹瑞派曹真到梅城 於邪谷擊敗了蜀將趙雲跟鄧姿 給諸葛亮的蜀軍一大重挫 諸葛亮的第一次北伐無功而返 曹真推測他不久後必定會進攻陳倉 因為陳倉不只是當年 漢高祖劉邦發擊的地方 更是一個相當重要的糧倉 其實曹真早就想好 就是說這個地方可能會被諸葛亮包圍 他就命令好召去守這個城池 所以好召把這個陳倉城市 守得非常非常地嚴密 他做了內城跟外城 你連挖地道都挖不到他那邊去 果不其然 西元229年諸葛亮包圍陳倉 不過此時魏國已經有萬全之準備 所以諸葛亮無功而返 諸葛亮進攻陳倉 但包圍了二十多天 還是因為好召堅守陳倉未能攻下 諸葛亮見魏國援軍已到 梁草又漸漸耗盡只好撤軍 魏軍則是派出王霜領兵追擊 不是你什麼五谷大將什麼趙雲觀禹張飛 沒有用沒飯吃一樣是貓 所以當時曹征就厲害 就知道的情況有時候 他開始在梁草上面 跟陳倉反應下下功夫 所以多次諸葛亮想打 北風的時候都被曹征卡到了 曹征領軍的戰爭幾乎功無不克戰無不勝 除了因為從小曹征帶著他南征北討耳濡目染 培養出過人的軍事才能之外 更是因為曹征帶兵帶心 正值勇猛的形象和小說中描寫的截然不同 在三國演藝所謂的風評不太好 是因為羅冠中亂寫 那就是一個演藝的小說 實際上的曹征 他對士兵是同甘共苦的 他就是這樣 我的風意裡面 如果我有錢 但是裡面有很多人沒有拿到賞賞 他是把他的錢都拿出來 去幫助那些沒有賞賞到的人 在羅冠中的小說三國演藝中 就有一段描寫曹征收到 將尾的炸香書信以為真 但手下將領費耀擔心他受到傷害 自告奮勇帶兵前往接印 萬一有炸的話 運以自行承擔後果 曹征其實在很多地方 都是跟重慶的像是武器 這種大將一樣韓信一樣 吃跟兵器吃同甘共苦一起上戰場 這一點對於曹征的兵來說 是很受感動的 這段故事最後費耀自吻身亡 其餘士兵全數投降 曹征得知後悔恨不已 演藝小說雖然虛構 但是從小地方就可以看出 曹征是一位深受信賴的將領 曹征在對抗諸葛亮的時候 他不只是被動 他還要劃主動 所以他在前面兩次北伐的時候 就覺得說你蜀漢就是一個威脅 對曹魏就是一個威脅 所以他就跟威明帝講 他要去徵討蜀漢 一直到諸葛亮第三次北伐 曹征看見了機會 他上書表示蜀漢多次進犯 不如反手為攻 於是威明帝曹睿派曹征和司馬懿 曹征出發前跟司馬懿商量好 兩人在漢中南鎮會面 曹征很早就到達了 但是沒辦法下大雨 連下三十幾天 那時候的泥土路 讓我們的之眾 我們的馬車 戰車 根本沒辦法前進 曹征主動罰暑 按照當時的情勢和資源來看 可以說是勝勸在握 只可惜一場大雨連下了三十天 山路泥泞 衝斷戰道 曹征他均花了整整一個月 卻才走了一半的路程 曹征師之再三 而決定撤軍返回 而曹征就在反途的途中生病 法蜀之戰因為天雨八兵草草收場 曹征也因為失氣太重受了風寒 再加上憂思成績欲結難解 回到洛陽後沒多久就病逝了 歷史上對曹征的評價是 如果他能夠多活幾年 司馬懿也不可能濫權 因為司馬懿要想辦法 再用別的招數去對抗他 還好就是曹征過世了 司馬懿就省了去對付他的這種面腦 而諸葛亮兵出其三的前期 都是曹征率領衛國大軍與之對峙 而在兩個人的交戰之中 曹征也並未處於下風 從這一點來看 其實他堪稱是魏國的中流底術 所以曹征死後 魏明帝曹瑞特別追念曹征的功勳 將他的五個兒子都全部封侯 雖然曹征的一生中 沒有真正地打敗諸葛亮 但他成功地抵擋蜀漢入侵 膽勢過人 靠實力成為大將軍 也為他留下了永垂不朽的英明 師兄 天啊 說到我 曹征的消失了 其實在2009年 考古團隊在洛陽就發現 一個非常巨大的墓穴 那經過分析啊 發現這墓穴的主人就是三國名將曹修 頂頂的曹修啊 那這墓穴啊 裡面的規模可以說是極盡奢華 富力堂皇 那可以擁有這樣厚張待遇的人 想必他的身份地位一定是很高 不過我們知道曹修他其實只是曹操的族子 那所謂的族子就是同族兄弟的小孩啦 那不是直視區的員工 對對對不是親生的 那他為什麼能夠擁有這樣的待遇啊 因為其實曹操真的非常器重曹修 那我們知道熟悉三國歷史的朋友 一定知道曹操清帥一隻虎豹記 就是超級有名的精銳部隊 他當時讓一個人統領 那個人呢就是曹修 哇他真的很信任他 是 而且當時他統領虎豹記的時候 是屢戰屢勝 一路就是你知道殺五 就是殺片天下無敵手的 但是一直到後來時庭之戰的時候 曹修卻打了一個敗仗 還因此丟了性命 我們就很好奇到底是什麼樣的東西 導致這麼嚴重的後果呢 我們接著往下看 曹修是一個很可愛的將領 但是三國演藝把寫得很討厭 當然就是演藝小說跟正史上面是有差異的 那他被稱為是這個曹家的千里居 根據史料記載曹修是曹操族子 十歲時父親過世 和母親相依為命 被吳君太守收留 在吳帝也就是後來的吳國長大 曹修聽到曹操舉兵起義 到處招人 就前往中原去投靠曹操 衝 等到他把岸舌水去見到曹操的時候 曹操對這個小孩非常的喜愛 就認為說 他能夠從那麼遠的地方 回到他這個故鄉來 真可貴的 所以就像千里馬一樣 曹修的勇猛無雙聲獲曹操重視 把他當成親生兒子一樣看待 不僅和曹操同時共訴 曹操還帶著他四處征戰累積經驗 安排到最精銳的虎豹祭部隊 虎豹祭的統領歷來都是曹氏將領 像是曹征 曹修還有曹淳 曹淳死後因為沒有適合的人選 所以曹操乾脆自己堅韌 由此也可以看得出來 這支虎豹祭王牌軍 在曹操的心中有多麼的重要 曹操既然把曹修 來任命為虎豹祭的最重要的主帥 其實就是對曹修最重要的信任 那除了他的能力之外 應該也是他的忠心耿耿打動了曹操 而接受過精英訓練的曹修 果然不負曹操所望 立下不少戰功 東漢建安末年為了爭奪漢中 曹操與劉備兩大陣營爆發奪起戰爭 劉備派吳蘭進攻五都 曹操則是派出曹洪應戰 曹修擔任參軍 私下對曹修說 你名義上是參軍 實際上是軍中主帥 那由此就可以看得出來 曹操對曹修有多麼的重視 事實上在漢中之戰中 曹洪也把大部分軍務交給曹修處理 就是認定曹修有相當的能力 可以主宰戰士 要作戰的時候就發現說 張飛帶了一群人到他的後方去 到了顧山這個地方去做防範 那很多人就覺得說 張飛如果這樣做的話 會切斷他們的後路 就很害怕 曹修看到這個狀況就說 這是張飛在虛張聲勢 馬超那邊的部隊又產生叛變 所以整個狀況來講 就被曹修給料中 所以曹修是後來曹比時代 跟魏明帝時代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軍事的獎 曹修一意料中敵情 試破疑兵之際 張飛果然不戰而退 由此就可以看出他在戰場上 過人的智慧與膽視 漢中之戰結束後 曹修深受信賴 曹批繼位後 他負責對東吳作戰 不只收買不少敵隊將領 還燒毀無軍數千座營帳 孫成再也不敢 輕易進犯曹修防區 這時候發生一個事情就是 東吳這一方面一個太守 叫周防 我們講周楚除三害 那他就是周楚的父親 那他呢 當時用乍降的方式 聯絡上了曹修 既然二位將軍認為是梁姬的話 那就派兵去接應吧 大司馬速來坐鎮東南為主將 率十萬大軍直下群陽 那魏明帝就覺得 這樣很棒啊 我有個機會 可以把東吳給拿下來 他很謹慎 他不是只有一路人吧 他派了三路 那分別是有賈魁 是哪裔 還有就是曹修 那主力呢 是在曹修這裡 因為他要去進攻 晚城 跟周防來做會盔 沒想到只是單純的派兵接應 會演變成一場大戰 西元二二八年的石亭之戰 是曹修人生中最後一場戰役 也是他一生最大的錯備 一時不查 差一點就要把曹衛所有的兵力 埋葬在這裡 曹修原本是將信將疑的 因為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怎麼可能呢 所以他就派了一些密探 去做一些偵查 結果偵查的結果就發現說 孫全真的很討厭周防 而原本就被東吳將領 投降麻痹的曹修 此時又被周防的種種 作為所獲 所以後來才會逐漸被 落入了大祥的騙局之中 經驗老道的曹修最後會放下戒心 就是因為周防功夫作足 不只派親人送去戚封親筆書信 並且強調絕對不能外流 否則性命難保 甚至自斷頭髮顯示受到處罰 在吳國備受侮辱 其實在出發之前 曹衛已經有人看出問題所在 卻都錯失良機 怎麼說呢 原因是一位蔣記在中央勸劍曹瑞 命令發到地方時慢了一步 而在地方上的蠻寵 發現問題 可是上表還沒到中央 曹修已經出動 當時曹修當然心裡面所講 我是皇帝任命的 而且我的遭降的手段這麼高明 周防一定是被我遭降的 在這個時候都勸不了曹修 可是曹修後來被圍困的時候 十萬大軍被圍在那個江水旁邊 賈魁本來就跟曹修不合 常常因為戰術戰略上面 常常會發生爭執 但賈魁這個時候 竟然無私地衝進敵陣裡面 救回了曹修 曹修可能覺得惱羞成怒 因為第一個這個戰爭失敗了 第二個覺得無言面對父老 沒想到你還幫我救回來 所以後來並沒有對賈魁產生感激 反而對賈魁心生怨恨 曹修作戰不力 退守實停 被吳國將領陸遜擊潰 損失上萬 他明知道受騙上當 但曹修撤退實在太可恥 丟不起這個面子 只好堅持一戰 一來是因為曹修自負 認為自己即使中計 也能夠力挽狂瀾 那二來是戰略考量 因為他認為 既然自己已經中計 十萬大軍臨時倉駐撤軍 不僅影響軍心 還會遭到無軍追擊 損失將會更慘重 衛國七十萬大軍的 時庭之戰已慘敗告終 衛國對東吳的戰爭 轉攻為首 直到過了整整二十三年 才敢再次發動大規模的 法吳之戰 衛明滴曹瑞雖然沒有特別指責 曹修反而派人安撫 但曹修自認慚愧 不但梅麗公還損兵折降 就連自己也受了傷 綠裕寡歡之下 沒多久就因被拘發作病逝了 他的一死呢 就讓司馬懿得了便宜了 因為司馬懿從這裡面的一個機會裡面呢 就可以看到說 他成為軍方的這個更往上乘 就可以更接近這個權力的核心 我們都知道曹家呢 有所謂的八虎記 也就是靠著八位曹姓的將領呢 稱其為國一片天 只可惜啊 他們眾武親文 再加上呢 曹爽亂政 導致整個國力一落千丈 無法回天 我覺得他就是一連串的失誤 導致整個國力就一路衰敗下去了 是 那各位網友呢 今天看了我們的故事 有什麼樣的想法 歡迎在影片下面留言喔 那記得要幫我們訂閱 按讚分享 還有開啟你的小鈴鐺 那另外呢 我們Pockets也上線囉 記得要幫我們下載收聽 我們下次見 掰掰